頻率多快這件事情你們已經知道了 所以今天我將教你們三種讓頻率變快的訓練方式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OK 今天我們要講的內容呢 其實關於之前我回答過的一個運動J計畫 QA實踐的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跑步的頻率到底要跑多快 才夠你跑步當中來做使用 那我們要教你第一種提升步屏的方式呢 就是這個啦 大家有看到我跪在一個登階台上 那其實不一定要登階台 你只要有一個稍微的高台 甚至你家樓梯都可以輕易的做訓練 那在這種高台登階台當中 如果你可以在你的JAT或登階台當中 加入一些協調性的訓練 甚至是步屏的變換 其實對於你的步屏轉化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方式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那就可以怎麼樣訓練吧 第一種最簡單的 就是你可以一腳再上一腳再下 連續的做換腳跳躍的動作 換邊 然後快速的做換步像這樣 加入你的白手 對側邊的白手跟跑步動作一樣 那在這樣快速的換步之下呢 其實對於你的跑步頻率來講 你的協調性會進步 那這個時候你的步屏就會自然而然的 因為你這樣的訓練 然後有進步的效果喔 好 那提升步屏的第二種方式呢 是你們現在看到的跳繩 也是你們今天在片頭當中已經看到的東西 那為什麼跳繩可以提升你的步屏呢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跳繩的當下 其實會因為你的腳觸地時間變短的進步 讓你在你的換步頻率上 可以有更好的速度提升喔 所以記得喔 在平常 沒事的時候在家可以多多的做跳繩的訓練 當這樣的跳繩當下 其實你的頻率很快的情況 你的腳踏地板時間不會太長 這個時候對你的頻率進步才有效果 那有些人在跳繩的部分 會做出錯誤的反應 會像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跳的方式有點錯 因為你跳的大部分 都是用很多的肌肉 小腿在做彈跳 而不是用你的阿弟之間在做剛性的彈跳收縮 這個時候其實對你的步屏進步其實是反效果 因為你的小腿會更緊繃 導致你的頻率不會進步 小腿還會更疲勞 好第三種訓練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在你家裡隨便一個地方 可以固定的地方架上一條彈力帶 那彈力帶的目的呢 其實是給你一個阻力 讓你稍微有一個阻力 可以hold住你的身體驅蓋 你可以更用力的向前傾 那去做出高速的換步這個動作 那這個時候其實對你的頻率提升 有很好的效果 那動作會像這樣 先會把彈力帶鋪在臉帶寬部的位置 然後可以往前走一步 讓這個張力變強 開始做一些高速的換步台的動作 那記得腳抬的方向很重要 有些做錯的人可能會像這樣做 腳頭在一直做後勾 他腳根本沒有往前抬 而且這種腳要地板直接更長 重點是你的腳 從後面還會往回拉再往前抬 速度都不見了 所以記得腳方向是往前 不要做成往後 腳往前抬 OK以上這三種就是我今天要教給大家的 三種可以快速提升你不平的方式 那提升不平是你唯一可以避免你腳留在地板時間過長 導致你的運動傷害出現的一個 唯一辦法 所以記得不平對你的跑步來講 很重要 希望大家可以因為這三個動作的訓練來做改善 OK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裡面的話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這邊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拜拜